- 为什么,为什么,母亲,为什么你不认识我? - 抢劫!我要将你的坏心情全部都抢走! - 又是你,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 - 你拒绝了朋友的关心,不代表我就要对你的困境视而不见,我担心你,所以就一路跟着你,然后得知了敲逐山居所发生的一切。 - 所以呢,你要同情我吗? - 你并没有需要同情的地方,甚至我还十分羡慕你。 - 一个不被母亲接受的女儿,有什么好羡慕的地方? - 羡慕的部分在于,你们母女之间只要跨越了时间这条鸿沟,就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 - 哪像我,我跟我母亲之间还存在着观念与立场的冲突,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母亲能不能认,该不该认。 - 你从来没提过你心里的负担。 - 有很多事并不是说出来就能获得改善,所以人才会选择忽略,等心情平复得差不多之后再勇敢面对。 - 我相信你的母亲也是如此,如果她真的是你的母亲的话。 - 不会错的,就是她,绝对不会错的。 - 好好好好,她就是你的母亲。 - 我想她之所以没有立即承认是因为你们母女分开太久,今日重逢得太突然,需要时间消化。 - 况且你的心情也太激动了,不如先平复自己的情绪,再好好思考要怎么样才能打动对方。 - 你说得有道理,谢谢你。 - 能见你重展欢言,我这一路跟随也才有意义。 - 我…… - 什么都不用多说,世上的缘分千百种,我只希望我们的交集对你而言不是一种负担。 - 分别之后,偶尔想起对方也能有如清风扶身般的自带感受。 - 你要好好保重,我不打扰你了,请。 - 一年春尽又一春,野草山花几度星。 - 天笑不应中鼓动,月鸣非为夜行人。 - 怀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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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